假如你要把一个手机上的文件发送到电脑 结果微信QQ发不了 网盘又嫌慢 不得已连上数据线 结果发现根本找不见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大家好 我是猪王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几款 用于手机和电脑之间互传文件的应用 保证好用 不好用 你白嫖 在开始之前 先给不同设备间互传的形式分个类 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通过云端 发送端先把文件上传到云端的中央服务器 然后再分发给接收端 常用的微信 QQ 网盘 邮箱等都是这种方式 它最大的优点是 用户界面比较友好 毕竟是大厂出品 老人孩子都能用 而且传输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只要能连上互联网就行 而缺点嘛 就数不胜数了 首先 隐私性基本为零 上传的所有东西 都要经过厂商的服务器 另外就是速度问题 很多人用的还是两三百兆的小水管宽带 上下行还不对等 上传速度可能只有个位数 传个大点的文件真的是急死个人啊 而且某些软件还喜欢给你压缩 限速简直是无法无天的呀 而与云端相对应的是局域网传输 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多对多的局域网 很多传文件的应用会要求你把设备连接到同一个WiFi下 这个时候你的数据是通过路由器发送给接收端的 不会上传到互联网上 隐私性更好 而且去掉了宽带和云端服务器的限制之后 传输速度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近两年主流的WiFi6的设备基本上都能跑到几十兆每秒 而缺点是受时空限制比较大 需要两个设备在同一时间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才可以 适合办公室和家中这种固定场景 而局域网中还有一种点对点传输 像苹果的隔空投送 手机厂商的护传大多都属于这类 它们一般采用私有传输通道 网络中只有这两个设备 所以说隐私性是最强的 而缺点则是兼容性差 一般只有同一品牌或者少数几家组成的互传联盟才能支持 当然除了上述无线传输方式之外 你还可以使用最原始的数据线方式进行连接 不过手机混乱的文件管理系统一直是让人头大的难题 再加上很多手机仍在使用USB2.0接口 连上电脑之后又卡又慢 速度还不如WiFi 我还是不做推荐了 本期我们主要介绍局网传输的软件 至于云端的方式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后续我们可以再做一期网盘的横评 除了微信QQ以外 相信很多苹果用户最常用的互传方式就是隔空投送了 无需安装软件也不用连接同一WiFi 直接点击发送接收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它的速度在各种无线传输中算是比较快的了 在两个设备相距比较近的情况下 能达到将近40Mbps 除了近几年经常被诟病的稳定性问题之外 可以说是最简单实用的选择 而除了苹果以外 现在华为、荣耀、小米的笔记本 也支持和手机快速互传文件 我就不一个个单独演示了 这些个手机厂商的互传功能虽好 但是基本只有自家的产品才能用 那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功能类似的App Androf 它还有一个中文名叫做隔空传送 听起来有些山寨啊 不过它可以在安卓手机上 实现类似苹果空头的效果 安装好之后 在手机端点发送 电脑直接就能接收到 电脑端不需要安装软件 只需要打开相应的共享设置 连接到同一个局位网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的体验应该是最接近于苹果空头的了 可惜的是 只能由安卓手机向Mac或者Windows电脑传 不能反向 试用范围也比较窄 而且传输速度也不快 不到10MB每秒 适合少量的中小型文件传送 如果你追求更加完善的互传体验 那我还有几个软件可以推荐给你 第一个是Local Send 这是一个开源免费的互传软件 这是主流的各种操作系统 它的界面非常简洁 只有接收、发送、设置这三个选项 这里的时钟图标代表的是传输历史记录 发送的过程也很简单 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之后 选好你要发送的文件 然后点击接收的设备即可 如果对方手机或者电脑没有安装Local Send 你还可以选择使用链接或者二维码发送 对方只要扫个码 用浏览器下载就可以了 此外在手机相册中 还可以长按图片直接跳转发送 很方便 至于大家关心的速度方面 我们都采用WiFi6设备来次行测试 默认设置下的传输速率为16-20MB每秒 如果在高级设置中关闭网络加密 则可以提升到40MB每秒 这已经比脸贴脸AirJob还要快了 传1G左右的大文件也只需要20多秒 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设置选项 对于PC端来说 如果没有特别高的续航需求 那我建议把最小化到系统托盘 登录后自启动等几个选项勾上 这样从手机传给电脑的时候 就不用专门再点开软件了 如果你信得过你的同事 还可以把快速保存和自动完成这几个选项打开 这样同一个WiFi下的所有人都可以直接互相发送文件 配合上面的自启动选项 可以大幅度简化传输文件时的点击次数 一切合成 至于文件的保存位置 默认是系统的下载文件夹 我个人建议再设置一个专用文件夹 方便管理 总的来说 LocalSign算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第三方互传软件 它的速度够快 支持的平台也广 很容易上手 最重要的是开源 免费 安全 另一个被很多人推荐的软件是Land Drop 它可以看作是LocalSign的极简版 同样是开源免费全平台 不过可交互的选项就这么几个 操作方法也类似 临界到同一个局域网之后 设备会显示在这下面 然后点击发送 在接收端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它的速度要比LocalSign的慢一些 我这个网络环境下是10MB每秒出头 而且没有关闭加密提速之类的选项 在设置方面PC端可以更改下载路径 但手机端就不行了 只能调整是否保存到相册和自身可见性 感觉软件设计的太简单也不好 像快速保存之类的功能它就没有 比较适合要求不高的用户 上面的这几个都需要先安装软件才能够使用 对于一些只需要临时传输文件的设备来说 可能还是有些繁琐 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传输方式 SnapDrop 打开浏览器搜索SnapDrop 注意看清楚域名避开离鬼啊 几个设备都打开网页之后就可以互相可见了 传输方式也大同小异 点点点就可以 这个软件也是开源免费的 不过速度数是有些捉急啊 而且它的连接稳定性也一般 有时候会出现无响应的情况 因此只建议作为临时应急使用 另外它还有应用程序可以安装 不过我觉得既然都装软件了 不如用上面两个 最后一个要讲的软件叫ResilioSync 之所以把它放在最后 是因为比起前面的几个互传工具 它更接近于一个同步软件 用人话说就是去中心化的网盘 传文件只是其中一部分功能 由于某些原因 海外的官网可能上不去 这里我们整理了常用平台的安装包分享给大家 软件安装完的界面非常清爽 当我们想同步文件时 可以添加一个共享文件夹 然后分享给其他设备 我推荐使用密钥或者二维码的方式分享 然后我们就能在文件夹里看到同步的文件了 对于手机端来说 为了节省空间 其他设备同步的文件会先以站位幅的形式存在 只有你手动点击时才会开始下载 在同一个局域网环境内 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而且即使你的设备不在同一个局域网 比如一个在公司 一个在家里 那它还可以采用P2P的方式进行同步 只不过速度会慢点 比百度网派还是好很多的 而且文件同样不会被上传到中央服务器 另外作为一个同步软件 它还有历史记录存档的功能 我们在其他设备上修改共享文件夹中的文件之后 本地设备中的文件不会被删除 而是保留到一个子文件夹中 默认保存30天 这样就可以防止手环弄丢文件了 总的来说 作为一个免费高速功能丰富的多平台同步软件 Resilio Sync我还是很乐意使用的 也推荐给那些有文件同步需求的朋友 那除了上面的这些软件之外 我们还尝试了很多电脑和手机互传文件的方式 不过它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硬伤 实际使用体验不太好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这里就不再浪费时间讲解了 本期视频总结了这么多文件互传的软件 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呢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希望能给我来个一键三连 以后我还会带来更多实用项的软件工具来推荐 其实我用过这么多软件之后 最大的遗憾就是 直到2024年了 手机和电脑的生态壁垒依旧没有办法打通 不同平台之间传几个文件 竟然还需要借助各种第三方工具 很难说究竟是软件系统太封闭 还是各大厂商根本没有把不同平台之间的互联放在心上 总之 希望这期视频能让大家的手机和电脑变得更好用一些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